那么我入呢 除了心中的混字 除了第一种 方大跟虚空合一之外 第二种呢 是心中种子字 跟本尊合一 本尊在头顶 还有第三种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是直接 融入虚空 我们来看今天的 PPT分享 如果你之前有学过 解脱道口诀 在解脱道口诀中阴的 那一部分教授之中呢 就有提到三种 网声 书声的网声 一种呢就是法声 一种是报声 一种是应声 那么报声呢 就是你的种子字 进入到 本尊的种子字 本尊的心中 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 而今天我们要学的 就跟解脱道口诀里的 法声的成就是一样的 也就是要融入虚空的光明之中 这回可就是 一滴水融入大海 我们来看 第41章 我入的口诀3 世尊在早期的 圆绝经 开始中就有讲到 我入的时候 你会看到 乌云晴空 看到明体 你看到宇宙的明体 产生出来 一个大圆镜之那样 一个很大 圆的 很光明的 像宝镜充满虚空之间 这个时候呢 你整个人飞起来 进入到宇宙的 大圆镜子融合为一 就是我入了 这是世尊在 圆绝经的开始 而在我们标准的 仪轨之中 我入观 是这样写的 我入观 观想自己 成为本尊 跟本尊合一 之后呢 再观想 从中脉上升出去 进入虚空之中 融入宇宙大光明海 然后呢 把自己整个忘掉 进入虚空 进入宇宙意识 进入光海 自己没有了 融入虚空 与宇宙光海 打成一片 这个就是在我们 标准的法本上 的原话 就是这样写的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 刚刚我提到的 《解脱道口口》 讲的 法身 的成就 也就是 你的自信 融入到 宇宙的 法性之中 这回 就是 真的 一滴水 融入 大海了 字幕志愿者 meetings